Ultra-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各位觀眾朋友會由CIOC自動車 欸 哈哈哈哈 500 怎麼知道 開500去幹什麼 欸 看我開很多 你叫做什麼 那個當可以當可以的器人 哇 你認得欸 你已經被摸到很髒了欸 哈哈哈哈 什麼 九張嗎 本來就這樣啊 而且這可以換欸 這站去當機買一次來換就好啊 免洗牌很頭好不好 今天雀躍的心啊 我們今天要去處理兩台新車 這樣會不會太奢華 這樣要送同一級嗎 當然不可能啊 這個媽媽我的習慣 你不知道要做7749級 怎麼可能 這樣怎麼夠本錢啊 好啦 那個 今天要去處理兩台車 分7749級 那第一站呢 我們先去看我們的喜美 禮拜六禮拜天已經在展間 就是他有跟我們通知說 欸 可不可以給他們展示兩天 這樣子 我說好 OK 要不然機車早就到了 我們其實早就可以去看了 但是就是因為想說 他說要給他們展示兩天 所以我們就晚一點去這樣 欸 有人跟我打小報告欸 對 他說小四哥我去看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在玩冷車 那個業務已經蓋不起來 他說他在旁邊替我捏一把冷汗 我們不要弄壞就好 沒弄小氣啦 借人家看一下對不對 人家也是好不容易這個 第一時間就幫我們訂了 人家真的很早就訂 是不是去年就訂了啊 對不對 我去年就訂了 結果到現在 搞不好CRV也可以搞一下喔 聽說CRV八月就可以交車了 新的嗎 對啊 我們現在會不會搞太多新車啊 而且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們是那個本田迷 本田信仰 是也沒什麼好丟臉的 然後我們那個年代就是這樣啊 可能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比較沒感覺 那我們那個年代是一定 對本田是一定有感覺的 好不好 雖然那已經是過去的神話了 什麼VTEC 什麼幾cc可以做出幾匹馬力 上面可變氣門什麼 那其實也沒什麼啦 現在可變氣門大家都會了 那什麼 現在加個渦輪隨便也上200匹 輕輕鬆鬆的 對不對 那時候160 不要說160 170 130 140什麼ZC 大家就害得要死了 我們是很清楚 那個是已經過去式了啦 可是這個車 當然相信它的造車工藝 也許還是有一定的水準 我們這一次中間隔了一代 9代之後10代沒有進了 直接跳11代 所以它給大家沒有那個過渡期 你知道嗎 你例如說 當初的9代 假設是賣80萬 如果出個10代賣個100 100出頭 再跳11代 130起 這樣大家比較那個嘛 有一個緩衝你知道嗎 可以接受嘛 至少你要跟殺尿牛丸一樣嘛 有沒有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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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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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可能那個片段 至少要像這樣 人家就比較能接受 甚至有一些人說 那我以前買一台四十幾萬 這個可能要講到 忠孝東路 一間房子兩百多萬的那個時期喔 好啦 反正價錢是三級跳了啦 中間隔了一袋 這個一定是叫很兇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 以前流傳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喜美這個車子 單數代的都做得比較醜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你應該沒有 單數代喔 對啊 就13579 所以這次我們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單數做得比較醜 像以前的那個 喜美七代也是賣的很差 然後八代是不是都賣的超好 然後九代又稍微差了一點點 九代應該賣的比八代還要少 反正我們就拭目以待好不好 我也很期待 我已經很久沒有買新車 會有期待的感覺 而且 我怎麼覺得好大的一陣子 沒有什麼主流的車款的新車可以讓我買 你看像Toyota 我們最近其實就Puris 因為我們好像也沒有什麼 感覺好像也沒有什麼 比較有看點的車子 你知道嗎 你上去Kiss小改 Sentra又改 然後 插翠油店 我記得150元 好像是 聽到價錢我就有點Q了 Suzuki很長一陣子沒有新車了 福特 哇空那個 可是哇空的就加場這樣 而且當時說實在 我覺得買要等很久啦 所以我也覺得懶得買 換糖不糖也換腰 而且我們沒有很大的機會 一定沒多久就收得到 我覺得啦 福特的車都這樣啊 你看福特的車當初ST帶出來 我們也是沒多久就收到了 嗯 哪次啦 哪次還沒有 30就不用講 30就媽的 你要去買那個油店的零力 90幾萬嗎 電動車的零力90幾萬 手搖窗 你要去買嗎 那是手搖窗 手搖窗啊 看 超屌的 這麼省電 省電 我都懷疑他前面有沒有坐那個 腳踏車的踏板 你沒電的時候 可以當協力車用踩的 那你把他電了 欸不是那一台890幾 我真的受不了欸 我為什麼 我會去很care這件事情 我想說他一台670的話 我想買一台來看看 結果他點進去90幾 我整個都暈倒了 真的啊 我覺得670去感受一下 那個電動車嗎 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我是不反對 拿舊車殼拉提這些事情 嗯 你只要把它弄好保養就好了 如果之後有什麼 有意思的車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前進去 HONDA 看我的信心美 走 我跟你講 很多天 已經有收到照片了 有好多人來賞車拍照片 好啦 來吧 我們掌聲加尖叫 來 他還是不願意說 這個我不太會 我跟你講 檳榔層我可能會一點 我看我要買到幾台車 他才會出來掌聲加尖叫 好 那這個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我們的新的 OK 那其實有看很多媒體介紹 我就是大概重點 稍微講一下 只有一個規格對不對 對只有一個規格 他幾吋呢 18吋 18吋 235-40-18 它使用的是PS4的 比較旗艦運動的輪胎 這一代隔音是真的很好 不會啊 從FIT那時候就很好 HRV我都覺得蠻不錯的 比較重點是說 它的焊接都是用雷射銅焊 車頂的部分 它沒有那個 它車頂沒有那個 黑色的塑膠蓋 對 看不到車縫耶 對啊 它在這蠻帥的喔 對 就是跟VAT車系那種差不多 對 它是看不到那個解封 就跟高級車一樣 後照鏡有在門上面 看到這條線 以後就提醒我 你在提醒我什麼 沒有盲碟 對 預賞會的時候有啦 後來就是缺料 看屁股啦 屁股比較帥 我先開門 屁股真的很好看 就是導光條 有沒有 所以踩煞車會亮 對 踩煞車中間就會亮 你覺得屁股怎麼樣 帥 帥對不對 但是沒有電尾門 對 它沒有電尾門 喜美都不做電尾門 唉唷 唉唷 是這樣嗎 Type還沒有做啊 不能這樣講啊 喜美都不做隔音 現在也是做的 對啦 後面有雨刷耶 對 後面有雨刷 還蠻特別的 小鴨尾 它也可以裝尾翼 是鴨尾的嗎 大支的 懸了啦 黑化的尾翼 懸了啦 待會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後車廂 好 不用選了是不是 就不用選了 終於不用選了 跟時代一樣 它就是用臉幕式的 花了139萬 再沒有這個我就臭了 還要花6000塊選 我就臭了 重低音耶 那哪怕 音質不錯 你說我們就是這一台 就這一台 我們照顧得很好 照顧得很好 這整塊都試蓋耶 對啊 它這次焊接都比較漂亮 就是打膠這些啊 可以有看一下引擎 是吧 好 我來看它說 看接比較漂亮 這門關起來 有感耶 來的你還關一次 除了那個聲音之外 你還關手感 手感很神奇 濕滑 它是樹脂材質的啦 有輕量化 但是因為面積還是很大 重量還是有一點點 鋁合金的 對啊 我們小腳也不太一樣 這次是鋁合金的引擎蓋 車頭 喔 引擎蓋而已嗎 對 引擎蓋 然後底盤的話 副車架也是做鋁合金 沒有打膠耶 你看 鋁合金就不打膠 跟那個特斯拉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鋁合金就不打膠 它這一次是這個 剛內直噴的 系統跟FIT一樣的 類似 也一樣是電驅雙動能 只是它2.0 那汽油引擎是143匹 對 電動機的部分是184匹 那流力是32.1 所以它電池的那個 容量大小跟FIT一樣 不一樣 它是1.05千瓦 每小時 啊但你看它為了架這個引擎 這個引擎腳做這麼長 你看很特別 我沒有看過那麼長的引擎腳 這一隻人家不便宜 它這次一樣是80以上的話 就是引擎 儀表板會多一個齒輪 就是直接接合離合器 做輸出 對 那齒比是0.806 對 所以說它其實 用六檔去拖 其實力道不夠 所以這一次電動機 會輔助它推力 嗯 所以它在80以上的整個再加速能力 是很好的 喔 所以它的變速箱 的形式也跟FIT是類似的 對 類似的 80以下的話就是 Hybrid模式 引擎負責8電 聽說這次也是半數域對不對 ACC是0到180 是車道維持才有72以上 72以上 那就跟FIT是一樣的 一樣的 它在那個篩車的時候 再啟動 我必須要油門再踩 踩一下或是往上按那個加 因為BIT30以下不能用 它30以下可以用 你說那個 低速的跟車 低速的跟車 對 所以它塞車可以用 你要說它半套 好像是三分之二套 而且它的儀表板 它有虛擬實境 就是說可以辨識 貨車 摩托車 在跟車的時候 看一下它的 風潮式水箱護照 它一體式 這個水箱護照連接到 大增下緣嗎 沒有 這塊是單獨的 這有斷點 所以這一片是單獨 然後它水箱護照連接到這邊 然後這個一樣是做這個 沒有鏡空的 前面有兩個 雷達的Sensor 好還不錯 看一下室內吧 這大燈還蠻帥的 我覺得大燈就是 銳利 它這支漆還不錯 它漆可以看得到 但你拍得出 它這個燈照下來 其實看了很多 銀粉在裡面 它這個是星塵白 跟那個Odyssey的一樣 星塵 對 好開一下椅子 電動椅 沒有記憶 十項電動椅 十項電動椅 含腰靠 這軟軟的 好軟喔 怎麼樣 放這 一下 哇 要紅給我看一下嗎 好的 它這很帥耶 外面都用一個 像網子一樣 可是其實裡面一樣是葉片 對一樣是葉片 只是它的試蓋 為了要一體性 所以它就全部都封起來 但其實裡面還是葉片 這種葉片其實不錯 這種萬象型的 以前是左右上下 跟你家裡的那個 和連空調一樣 蠻帥的 虛擬儀表 這個是幾吋 9吋 10.2 10.2 最特別就是有線傳排檔 漂亮 這個不錯耶 有沒有 蠻特別 就是不是之前看過的材質 然後它這個就是全部都是用 R是這樣打 對R這樣是這樣子往後推 D是用按的 D是用按的 它這樣有一點吃飽像這樣 就是真的太多 你會這樣 對啊 不如像那個什麼 用一個小龜頭 但感覺好像 它有四種模式可以調整 Drive Mode 對 有Econ Normal Sport Sport的話會有模擬聲浪 就是它前面兩個喇叭會有 模擬聲浪 欸這BOSS耶 你既然都拍攝了 你看到 我覺得BOSS這幾年賺不久 什麼車都有BOSS 雙驅衡溫嗎 雙驅衡溫 它這個光圈也做的蠻有質感的 很漂亮 三圈 然後上去的很溫 然後它的實體的按鍵 空下按鍵就這樣一拍 這邊有一個無線充電 然後一樣三個孔 就可以資料傳輸 都Type-A喔 對 都Type-A 都用副手 它會自己彈開 什麼意思 就是開的話它會自己起來一下 這邊可能有寫彩蛋 就是有寫出廠日 對 蠻特別的 有耶 YYMDD 所以出廠日以後要看這個車 看出廠日就看這個盒子 你知道嗎 我先調整一下我大概開車的 喔有換檔撥片我看到 對 可是它不是換檔 它換檔撥片就是增加我們的那個 引擎煞車的功能 有四段可以調整 那跟Piers一樣耶 跟Sertra一樣 幾段 四段 四段 可以調到最長 剛剛盤細的 細 不足 彈性 彈性偏大 這個是加熱 加熱 椅子也有加熱 前面兩張 但椅子沒有通風 沒有通風 還蠻有趣的 它竟然把這個方向盤加熱按鈕做在這裡 真的是蠻有趣的 好 循跡這個圓圈圈是什麼 快速切換 例如說我們要把車道皮關掉 前方碰撞關掉 快速的 10個案件進行 11個 中間它多一個中間 多一個中間喔 對 那膝蓋沒有對不對 膝蓋有啊 膝蓋也有 這樣最低了喔 欸 座椅偏高喔 看一下後座 我想看一下後座空間 好 我覺得它這個車格 跟依照我對 HONDA坐車的一個習慣 我覺得後座空間應該蠻不錯 Beat就後座蠻大的 哇 好像沒有耶 跟我想的不像 為什麼 欸我以為應該要更大耶 我會這樣 喔 然後 它座椅這次都坐偏高 你看 喔 屋頂這 可能後面鞋背的關係喔 一坐進來就有壓迫感 結果後面也是兩個Type A 欸為什麼沒有錫啊 欸有後座出風口 好了啦 這時候在尿了好不好 今天不要尿太多 我剛剛其實有看到一個人講講 很痛苦 好OK 看完了 好 那我們就選配件 還有選黑化套件 黑化套件 黑化套件有哪些東西呢 前後的Logo 喔Logo黑化 對 這個是黑的 黑選白的 多這一片是不是 對 OK 黑色的這樣 對然後尾翼 黑色的 這尾翼帥喔 要選一下 這個Civic 這個怎麼沒有 對那沒有 自己噴 這台還有什麼選配 銀冰燈 Civic的銀冰燈 冷光門檻 我看過特斯拉那個黑色以後 我現在覺得黑色比較好看 就這樣子而已 這台車就選這樣 對 對 因為Civic配件很少 好那我們進去特配件走 好 那我們選看一下配件 就這個 就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黑化套件 對 所以它就只有黑的 前面可以選 顏色要不要紅色 對 尾翼 尾翼沒有 尾翼就黑的 尾翼就是黑的 那大家覺得同色比較好看 我有確定要選的應該就是 前下老牛吧 跟尾翼嗎 對跟尾翼 就那樣吧 對 反正也是留不住是不是 給下一個人去擔心 對 好像沒什麼要選的人 對 其實就是選空力套件而已 欸那多少錢啊 我的那個前下老牛 5,400 然後後老牛 唯一1萬5千 這樣就2萬了 就是黑化 黑化1萬9千 1萬9千5 這樣好像比較划算耶 餓啦 對啊選套餐 好 選這兩個套餐 好 一百萬的都選了 真的一萬塊在那邊想半天 好 我等一下還要去那個 保時捷 喔真的喔 所以我今天要保兩台新車 2萬5 對 那我們折扣就是 就是 好沒關係 都折進去這樣子 對折扣我們都不說了 可以可以 找均衣喔 雖然現在新上市 我覺得應該要訂也要等很久 現在要等很久了嗎 訂應該今年還是交得到啦 欸 快點喔 應該是今年還交得到 沒有想像中要等得久喔 再均衣處理一下 報我小事的名字 沒問題沒問題 打到骨折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手發 這個是電子手煞車 然後呢 按下D檔 哇跳綠色 然後R檔是這樣搬 喔跳綠色 哇靠杯 好喔 它可以變大 它可以變大 它怎麼變大 右下角有一個 這個 對 喔好喔 因為它有前後總共八個雷達 它可以 旁邊可以看 喔 對 喔 還有下面耶喔 喔好喔 它這個那個 Makunia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Tesla才有喔 Ciavi有啊 喔那個是右邊單邊那個Landwatch 對啊 這台沒有對不對 這台沒有 因為我們國外是做盲點偵測啦 欸 不要亂講話喔 人家被公司罵喔 關鍵字喔 好來 手發車解除了 那我們就出發囉 好 然後在此跑255km 超級型 它一般我們會顯示 你有沒有偏離車道有沒有 欸有有 我現在比較靠左邊 還蠻準的 很準的 我現在比較靠左邊 不過第一個感覺是這個 我剛剛踩起來 油門變速箱的板印啊 滿細膩的 就是滿精緻的 就是滿精緻的 沒有那種粗糙感 就是聽說他們 對他們自己的隔音非常有信心 你稍微踩一點試看看 然後你現在Sport模式啊 會有聲浪 往上推一格 Sport 欸 欸 濕滑欸 弱勢騎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真的滿濕滑的啦 那個油門喔 滾溜滾溜的感覺 然後它整個加速呢 沒有很猛 可是很平順很平順 真的非常平順 欸這個是我近期開過最濕滑的一台車 喔 對它現在就有一種回沖感 但是它的回沖感沒有電動車這麼誇張的嚴重 但你感受得到 你油門放開有一點點回沖的感覺 欸它現在前面那台車被框一個綠色的框框 就是應該移動啊 可是有個問題 你知道嗎 它沒有辨識出前面那台車是藍色 先不要透露太多好不好 下次再好好的 專心的試一下 油門深一點的話 它會有那個模擬聲浪 喔對 我現在是support喔 對 來囉 Cut 0到100幾秒 你知道嗎 7.8秒 噢其實也不慢了 嗯 然後它會刻意營造出換檔的感覺 對有有 我有聽到那個 那個聲音 欸不錯喔 而且這一次在電跟油的切換會更感覺不出來了 根本都沒有感覺到它什麼時候跟什麼時候 可能要看儀表 就要看儀表 對 或是旁邊那個功率流 下次我試的時候你要幫我那個監控一下 我就開你就 電 油 電跟油 好下次我們拍的時候啊 你這樣旁邊 整路爆 對整路爆 我真的感覺不出來啊 而且怠速真的是完全的像熄火一樣 你只聽得到微微的這個出風扣的夢 怎麼有人先訂完才試車的啦 待會兒我們順序是有問題 對啊 不行啦我們早就訂了 訂完也沒辦法含扣了好不好 好啦這個push start 焊掉 OK到了 好啦試完了也訂完了錢也給人家了 那這個大家就期待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好不好 那這個有機會 金江鎖 可以來找軍藝 資訊再幫他打一下 好啦那喜歡影片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掰掰 掰掰 好啦快趕場趕場 趕場了啦 好東西都有拿喔 趕場了 好 所以他的車子有比較靠準 對 開燈也會有亮大燈 開燈也會有亮大燈 好可愛 哇 啊但就喜歡這種細節的耶 對 就是你看你女孩子挖鼻子挖出來 你看那顏色 他鼻子的顏色 你就看那種細節嘛 很detail 不錯喔 鼻子很乾淨啊 鼻子掰掰的 哈哈哈哈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